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莫读 第七十六集 肖海洋给洛文州打了报告 他说董小晴说 董钱一直都在跑这种长途车 这个活不是偶然 因为董钱觉得董小晴从小没有妈 自己又要养家糊口 没时间照顾孩子 所以一直对这个姑娘非常的内疚 想多攒点钱给他当嫁妆 另外约车的人只要出高价 都会把时间卡得很死 中途上厕所都得跑出去 有的服务站还有偷汽油的油耗子 一个人开车根本不敢休息 连续走十个小时那是长事 至于为什么偏偏这段路出事故 这应该是意外 董钱前一阵子因为过敏住了一次院 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失眠 很可能是身体缘故造成的 董钱妻子死于车祸 他曾经因为这个很长时间不敢开车 接着他说这样一个人会主动撞人吗 洛文州原原本本地听完了 萧海洋的汇报 由于怕鸡血刑警小萧再次发射升空 他管住了自己的嘴 没在好为人师的瞎指点什么 只是在电话里边简短地表示知道了 顺便嘱咐小眼镜早点回家 这样看来周老的意外 似乎没有什么豪门恩怨的狗血剧情 像周家这种显赫人家 有点风吹草动就得上新闻 肯定会是阴谋论者的狂欢 周怀信呢 说不定只是借题发挥 闹一闹 把警察闹上门 制造一点真真假假的新闻 朝警方要一个官方说法 撇清自己而已 费杜说的有道理 费杜还说 洛文州想起他来就凶闷不已 他一边凶闷 一边打算随便热点剩饭吃 正在洗手 洛一锅扭着胯 溜达了进来 猫大爷可能是睡足了觉 弓肩 耸背 掘屁股 伸了一个大懒腰 心情颇为愉悦 他黏乎乎地瞄了一声 在洛文州脚底下闻来闻去 眯缝着眼睛 往他裤腿上蹭 除了要饭 洛一锅难得地进到一只猫的本分 好好地撒娇 洛文州受肿若惊 不顾刚洗干净的手 弯下腰 打算给猫咪顺毛挠下巴 洛一锅又大又圆的眼睛 寒光一闪 盯着他裸露在外的手 后爪带着整个猫身猛的一缩 眼见诱敌之际成功 他跳起来就露尖牙 这猫啊 但凡起腻 必有猫腻 洛文州作为资深的蝉使公 熟悉猫科动物的一切攻击前走 早有准备地把手一缩 凭借着身高优势 让那猫扑了个空 然后顺手落下一巴掌 拍在洛一锅的脑门上 将它镇压回了地板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自从发现蝉使公衣服越穿越厚 咬裤腿咬不动了开始 洛一锅就无师自通地 学会了很多捕猎技巧 偏偏敌人狡猾 不按时回家 还不肯乖乖挨咬 洛一锅就非常的不满 怒气冲冲地甩着尾巴哈他 被洛文州一手兜着肚皮 拎到了板空 你说 你们都想干什么呀 爸爸好吃好喝地对你们 下辈子耐心都提前投资了 你们一个个的 就知道来我这图谋不轨 还有没有良心啊 不是东西 洛一锅发出了抗议的嚎叫 闭嘴 叫个屁啊 囚状洛一锅很快被制服了 黏答答地垂下尾巴 老实地伸出四爪 抱住他的胳膊 洛文州气愤地和他对视一会儿 还是骂骂咧咧地放猫粮去了 那猫啊 记吃不记打 有的吃就很快忘记了仇恨 从他身上跳下来 打了个滚 又欢天喜地地 在他手上来回地蹭 单方面地与他和好如初了 洛文州真的被这些反复无常的东西 折腾得心泪 他在自家地板上坐了一会儿 总觉得被废肚骚扰过的右手 仍然在隐隐发烫 一闭眼就会想起那张似笑非笑的脸 笑得他心浮气躁 并且有些暴躁 而这一点暴躁 在他凌晨时分从乱成一团的梦里 挣扎着醒过来的时候 终于攀升到了顶点 不到五点 洛文州一脑门子关似的 在床头坐了一会儿 他掀开被子爬起来 到卫生间用凉水洗了一把脸 他脸色阴晴不定 撑在洗脸池上 忽然原本趴在他床头的洛伊锅 扑通一下滚了下来 颠着脚跑到了卫生间的门口 洛文州没好气地问他 干什么呀 洛伊锅看了他一眼 冲他摇了摇尾巴 隐约的五环之歌 从他身后传了出来 洛文州一愣彻底清醒过来 这是他卷在被子里边的手机响了 凌晨时分 刑警电话响 通常不是什么好事 洛队 周怀姐的飞机凌晨两点多准时落地 当时他给家人发了短信 说已经打到出租车了 嘱咐不用接机 这个终点路徒顺畅 按理说半个小时 最多四十分钟 他就能到周家老宅 但是周家人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他也毫无音讯 再打电话过去 那边已经关机了 洛文州大步穿过一片警车 走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第二次光临的周家老宅 周怀姐不是一个出则专车 入则保镖的大少爷吗 怎么还会半夜三更地 自己踪跡上打车 他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一个非常欠奏的声音 不慌不忙地插话道 周怀姐就是这样的人 平时作风非常低调 谦和有礼 而且很会照顾人 虽然一直有人说 他太过温和 没什么魄力 但是为人处事方面的口碑 一向很好 半夜三更赶回来 不打扰工作人员和保镖休息 确实是他的风格 洛文州抬头一看 看着废渡穿戴整齐 已经在周家门口了 说完 他还冲洛队一点头 洛队 无论是打招呼还是说话 废渡的态度都非常的淡定 好像傍晚时和洛文州不欢而散的人不是他一样 周怀信已经哭成一团烂泥了 呼在他们家的沙发上 打着滚不肯起来 没等洛文州走近 就听到他带着哭腔在到处抱怨 他说 都说了我爸是被人害的 我都说了 你们不信 现在我哥也找不着了 我们周家人死绝了 有些人就得意了 警察都是废物 洛文州眉头一皱 周怀信已经看到他自己身边的废肚 凹的一嗓子就哭了起来 飞爷 我没说你 我哥 我哥药食没了 我哥怎么办呢 那些人不得吃了我呀 不行 我这心口疼 疼 给我药 小保姆连忙迈着小碎步上来 地上一瓶不知是哪个国家生产的维生素 废肚顺手接过来 照顾得吃了 安抚周二少爷的脆弱的小心灵 洛文州眼角一跳 注意到 废肚穿了一件比较正式的衬衫 而且重新戴上了眼镜 此时 他身上的衬衫已经略微有些发皱 显然不是凌晨时分被叫醒 才穿上的 此时 手机上的各种信息 仍然在疯狂地推送 据说所有和周氏沾边的股票 全部都在跌 二十四小时翻滚的海外市场上 成了空头们的狂欢 看废肚的这身打扮 就知道 他离开市局以后 干什么去了 这货身上还带着既得利益的香水尾调 此时 却又仿佛好人一样 坐在旁边 真心实意地 安慰着六神无主的周怀信 这实在是一个臭不要脸的资本家的样子 手机定位到了吧 快点 封锁现场 无关人员不要随便进出周家 现在消息不宜泄露 讨然 到机场了吧 让他掀掉出租车缆客点的监控 洛文周来到了刻着维生素的周怀信的面前 小钟先生 你哥的行程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都有什么人知道航班信息 周怀信息子捧心地捂着胸口 昨天爸爸出车以后 我联系他的 什么人知道 什么人都可能知道吧 我也不清楚 他平时机票好像都是公司处理定的 周怀信话音刚落 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 就大步闯了进来 怀信 怀信 我刚听说就从外地赶过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多警察呀 周怀信听到来人的声音 维生素也顾不上吃了 挣扎着从废渡怀里边爬了起来 我大哥 我大哥失踪了 废渡好整以侠的一整林口 远远地冲那焦头烂额的中年男子 点了个头 接着他对旁边的洛文周小声说道 这个人叫胡振宇 是周氏在内地总部的实权负责人之一 是周怀信的大学同学 立场鲜明 太自当 洛文周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跟着废渡 拉林口的手 落在他脖梗和若隐若现的两节锁骨上 伸手虚虚一点 示意他把衣服穿好 随后他转向旁边的萧海洋 周家两代人先后出事 不可能是小鹤 周俊茂的车祸 瓦身一点 不要只听那个姑娘的一面之词 萧海洋应了一声 飞快地跑了出去 陈希已经不甘寂寞地 从地平线以下爬了上来 原本还算是安静的烟城 剑刺苏醒 即将进入一整天的宣杂之中 陶然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 洛队 周怀锦乘坐的出自车找到了 原来的司机被人打云之后扔在路边 刚才自己醒过来去了医院 五分钟以前 他在医院的协助之下 找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现在正有车在 洛队 定位到周怀锦的手机了 洛文周一抬眼 电话内外两个人的声音 几乎交叠在一起 车辆现在是在白上河属一附近 周怀信两眼一翻 就栽到了胡振宇的身上 被一大帮人七手八脚的 抬上沙发 这才悠悠转醒 嗷的一声哭了起来 胡大哥 我哥不会让他们沉刀河底去了吧 我要宰了杨伯那个杂种 郑凯凤死哪儿去了 为什么爸爸出事 他也不回来了 胡振宇听到一半 脸色都变了 连连示意他闭嘴 但是却根本控制不住 这个非主流的神经病 顿时冷汗热汗 奇奇冒下 只好勉强对易干人 挤出一个得体的微笑 怀信还年轻 家里面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受打击太大了 情绪有些失控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周怀信文言 乍失似的坐了起来 双眼泛红 我没胡说 肯定就是那个杂种 你们别以为能把我蒙在鼓里 那个狗娘养的不安好心很久了 喊死我爸和我哥 大可以为欺负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是吧 连郑叔叔都站在他那边了 怀信 骆文周低声吩咐道 派一队兄弟去白沙河找 随即他转向了胡振宇 胡总 既然出了绑架和疑似谋杀案 这就属于刑事案件了 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情的性质 胡振宇八面玲珑 被骆文周这么一逼问 脸上也不见韵色 他伸手擦了一把汗 是是是 道理我都懂 郑凯峰 郑老 这位警官也应该听说过了 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是我们周老的左膀右臂 虽然年纪不小 但还是咱们集团的中流地中 至于杨总 杨波先生 那是周老的懂蜜 年轻有为确实能干 平时太出来拔萃了 所以难免有了一些 不好听的风言风语 传到了怀信的耳朵里边 再加上 杨总是那种 你们年轻人怎么形容呢 别人家的孩子 周老在世的时候 没少拿他教训怀信 关系不好也正常 但是 你们要说他能干出 伤害周老和周总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相信的 胡振宇一边说 一边小心翼翼地 留神着周怀信 防止他又发飙 那两位呢 也都不在国内 昨天一出事就通知了 也在往回赶 现在应该都在飞机上 我把航班号发给你们 还得麻烦 在机场的警官照顾一下 真的不能再有第三个人 出这种事情了 杨波比周怀信大不了几岁 但是已经爬到了 周氏的高层 听起来 确实很像传说之中的 私生词 洛文周抬头看了废渡一眼 废渡悄无声息地 冲他点了一下头 肯定了他这种想法 就在这个时候 狼桥忽然一路小跑地奔了进来 老大 不好了 第七十八集 洛文周看了一眼 被狼桥这一嗓子 叫得竖起来耳朵的周家人 冲狼桥 打了个手势 把他带到门外 怎么了 你快看 周氏继承人周怀锦遭绑架的消息 在短时间内刷上了各种头条 下面还附带了一个什么链接 已经被删了 是我紧急通知网件删的 连的是一段视频 在这儿 随着狼桥的手指一点 屏幕上出现了一段视频 晃动的镜头一亮 对准了一个昏迷在椅子上的男人 镜头不慌不忙地围着那个男人的脸打转 从各个角度清晰地拍了一遍 昏迷的男子约莫三四十岁 保养良好 打扮偏稳重 看不出具体年龄 即使这么一个狼狈的样子 依然能看出其人相貌堂堂 颇有风度 肺肚子扫了一眼 就认了出来 朱怀锦 洛文周的头皮简直有些发麻 这绑架不要钱不害命 第一时间不联系受害人家属 却先把视频发到网上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英俱看多了吗 拍视频的人非常小心 镜头上除了周怀锦本人 只有一把破木椅子 和一脚结绑着人的绳子 背景是一片纯黑 实在看不出什么 视频非常短 不到一分钟 只是对着昏迷不醒的周怀锦 一同拍 除此之外 绑匪一声没吭 狼桥说道 发视频的人用一堆代理 一时半会儿追踪不到 老大 我第一次碰见这么清奇的绑架 他要干什么呀 怎么怎么办 骆文周不吭声 低头刷着手机 狼桥反应相当快 发现视频的第一时间 就做了处理 然而 周怀锦遭不明人士绑架的消息 仿佛还是长了翅膀 在好几个关键词的 围追堵截之下 依然坚挺地流窜到网络之上 骆文周问道 这是什么时候上上的网上呢 早上六点 六点整 正是整个城市开始苏醒的时候 除了闹钟 还有什么比一个有头有尾的转折的八卦 更为提神醒脑的呢 旁边的肺度 踏了一口气 往后退了一步 罗队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躲远一点 配合调查 狼桥不明所以 冲他发出一个疑问的单音 啊 啊什么呀 他也是嫌疑人之一 骆文周把电话抛给狼桥 毫不客气地转向废度 我现在需要知道 哪些人可能参与着这件事情 背后有哪个团队在参与炒作 你给我赢名单 周怀锦十分低调 并不怎么上镜 几乎没有几张清晰的照片流出来 普通老百姓 认识明星 认识演员 但是 谁会知道一个常年在国外的富二代长什么样呢 那么 这一段一分钟不到的视频 到底是怎么引起那么多关注的 背后 是谁在推呢 周骏冒车祸死亡事件 和周怀锦被绑架事件 乍一看息息相关 好像是有人杀了老的 又朝小的下手 里边似乎藏着一桩千丝万缕的豪门恩怨 可是细想起来又很奇怪 姑且认为周骏冒的车祸是人为 那么策划这一起事件的人 无疑是要人命 而且打算神不知鬼不觉的要人命 在肇事司机已经死亡的情况之下 警方如果查不到确切的谋杀证据 很可能会把这起案件 当作交通事故处理 可是相应的 周怀锦的绑架案 则显得太过招摇 几乎带着明显的炫耀 与炒作的意味 两起事件的目标 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是说不通的 而这样把绑架大张旗鼓的 召告天下 除了让警方和民众疑神疑鬼之外 对谁还有点好处呢 这么一个敏感的时间 这么一个敏感的事件 能从中渔翁得利的 似乎也只有那群想借机从周氏身上磨牙 损血的资本家们了 譬如肺杜之流 如果不是因为市公安局属于非卖品 某个人头天晚上赚的钱 大概已经够买下两个市局的了 肺杜说道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 我知道的名单 但是你要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在寻找投机的机会 散户不提 掺和到这件事情里面的机构 就不知道我多少家 我可不是神仙 不可能谁都认识 能在燕城机场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带走 怎么看 怎么像地头蛇干的 总不会说 这一亩三分地上 还有你肺总不输的吧 现役嫌疑人给你一个建议 进攻参考 不一定对 我猜绑匪和推手 或许联系过 但是推手未必就是绑匪 未必就事先有过勾结 虽然资本论里边说 有百分之百的利润 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 但我认为 这个评价实在太不友好了 现实里边大家都知道 就算利润是百分之一千 也得有命拿才行 不对 我们虽然吃人血馒头 但是 我们不吃人 这话说的是 要多冷血有多冷血 要多混账有多混账 骆文州静静地看着他 一瞬间 他们俩 好像又回到了 何忠义一案里 废渡 为张东来做不在场证明 在市局大放厥词的时候 废渡一摊手 微笑着火上浇油 行吧 换一个准确点的说法 我们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吃人 狼桥被这种凝重 又僵硬的气氛给吓住了 总觉得他们俩 下一秒就会大打出手 互相寸步不让的目光里 好像科幻片里边的光波武器 简直要在空中 撞出特效来了 他胆战心惊地站在旁边 很想试着缓和一下气氛 苦于完全不知道 他们俩因为什么呛声 半天也没琢磨出来 合适的措辞 这个时候洛文周 率先移开了视线 主动退出了这一轮 无声的剑拔弩张 他平静地说道 从视频最早发出 到惊动全网 总共不到半个小时 这个操作 明显有非常成熟的模式 幕后推手 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而且很有可能 跟周氏有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 再加上这条线索 你多少时间能给我名单 洛文周话音刚落 费度手机就响起了 悦尔的邮件提示音 他好像早就心里有数似的 看也不看 就把自己的手机 丢给了洛文周 那我估计呢 也就那两三家 这是我助理发来的名单 你可以约谈负责人了 说完 他再也不看洛文周 一手插兜 抬脚就回到周氏气派的大堂里 十分不见外地 从保姆手里接过一杯红茶 和哭哭啼啼的周怀信 去说话了 洛文周低头扫了一眼 他手机上的邮件内容 替废度办事的人啊 显然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不单给出了可疑的操作方 还附带了相关责任人的联系方式 之前操作过的案例简介 几乎就是一篇精致的小报告 洛文周把邮件转发给狼桥 你跑个腿 走手续 这次我们不光要约负责人 还有查一查他们的工作邮件 通信记录 财务情况 得有权限 得找几个精真的兄弟过来帮忙 洛文周吩咐起来 那是三言两语 但是对狼桥来说 这却是一大堆琐碎的工作 光听就觉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偏偏呢 洛文周还补了一句 非独那句 推手不见得认识绑匪 这个推论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么下一刻 没准会发生什么 这个变态 为了博人眼球 不一定干出什么事了 到时候 受害人就危险了 你快点 别耽误 狼桥倒吸一口凉气 被他凭空加了两吨半的压力 再也过不上 管过气 上司 与小鲜肉之间的汹涌暗潮 撒鸭子就跑了 长时间无人操作 费度的手机自动锁平 锁平的背景 是系统默认 金属外壳 被洛文周握得发烫 他抬起头 远远地看着费度 正见他 在和胡振宇 周怀信他们 非常熟忍地说着什么 肢体语言非常放松 大概是在交代 周怀錦绑架一案的调查吧 骆文周没去管他 反正啊 肺度比猴还轻呢 总不至于说错话 很久以前 骆文周觉得肺度 是一个危险分子 虽然人类的高智商 与卑劣是上下不封顶的 但是 从小在法治社会的秩序中 长大的普通人 在非极端情况之下 思维还是有着 一定的局限性的 好比 如果得知有人在聚众干坏事 正常人的反应 无外乎是 勇敢好奇地去调查一下 有理有据地 向有关部门举报 以及懒得管 默默走开等等 偶尔会有道德比较败坏的 或者会经不住诱惑 铜流和污 这也都属于常见的想法 但是 类似 杀一个人 抛到对方活动地点 借以引起警察注意这种想法 那就不那么常态了 和平年代里 即使是穷雄极恶的杀人犯 那骨子里边也知道 置人于死地 不是一桩吃饭喝水式的寻常事 整个社会环境中 调分履息的法律红线 就摆在那里 在多年反复的强化之中 让一代一代人的潜意识里 就有了一根禁忌的标杆 但是 洛文周明显感觉到 废度 是不同的 在他的心里 这些禁忌 都是游戏规则 像钻法律控制避税 规避监管 搭建外资基金通道等行为一样 不做是怕麻烦 有必要做的时候 他也绝对会毫无愧疚感 他甚至乐于 去钻研这些玩法 以防哪天用得着 可是这种想法 在何忠义案的时候 就逐渐消失了 洛文周看着废度 陪着何忠义的母亲王秀娟 坐在冰冷的椅子上 一掷千金地 在天幕上露脸 看着他脱了条 骨裂的胳膊 深更半夜 从苏洛斩的刀下 救出沉沉 他又觉得 废度这个人 或许只是嘴欠而已 洛文周想起头天晚上 废度在他车上 那番语焉不详的话 发现 那原来并不是 顾左右而言他 废度这个人 像是一个 在特殊空间长大的人 好是真好 坏也是真坏 那个空间的规则 和现实世界完全不同 而以废度的聪明 大概对自己的格格 不入心知肚明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 模仿陶然 模仿张东来 模仿一切 他接触得到的人 披上人皮 把自己 限制在一个圈子里 唯独对洛文周 这个年轻时 自以为是 总想扒开 别人画皮的人 自暴自弃 干脆任凭 那身披在身上的人皮 衣冠不整 露出歹毒的獠牙 给他看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 骆文周 就忽然不想 和他一般见识了 头天傍晚 直到方才 肺度种种反复无常 在他的眼里 都变成了 有迹可循的东西 骆文周隐隐碰触到 肺度那狡猾 紧绷 且不动声色的 自我保护 心里 生出了一点 白感 焦急的柔软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 期待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